一至十月 深圳机场卖贸运吞吐量64万吨 同比增长21.5% 深圳市交通运输部门也针对受疫情影响的道路货物运输行业重点企业提供融资贴息 新航线资助等多项补贴政策 今年9月印发的深圳市交通运输专项资金 民行业领域资助资金实施细则提出 将对国内客运新航点 新开货运航线 跨境电商等项目发放资助 年度资助资金约6.45亿元 深圳多方面为物流行业发展减负 能够在产业低迷的情况下帮助企业恢复发展信心 此外 深圳作为外向型城市物流行业的稳健发展 也将为尝试民生重点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我们在技术进步的速度在加快 特别是在无人 智慧 数字化 这些方面的力度是非常大的 包括在低碳这个方面 所以我觉得未来政策支持的力度一定会集中在 如何加快技术进步在整个行业的作用 如何让它更高效 如何让它更低碳 join state username and concern RNA31 resulting绿参照 これは非常高兴趣的力度 正常人士類的力度 绿参照 大膏